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来 欢迎来到民主政线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在北约峰会上 这个美日韩的这个动向 以及呢这个北约对我们的一些动向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普京 他这个对芬兰跟瑞典表述了 那么这些事情呢 我们都来看一看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讨论我们的事情 那么 欺负邻国 威胁台湾 北约新战略是中国为挑战 这是北约首次将中国列为 极未来时间的战略重点之一 并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营奖励 提出报警告 西方各国领导人也对中国挑战忧心忡忡 他们分别说了什么 北大西亚公约组执政的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峰会 成员国领袖批准北约2022战略概念 指俄罗斯是对北约联盟最直接的威胁 中国则构成系统性挑战 这是北约首次将中国列为未来十年的战略重点之一 北约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眼心 对与台湾和其他邻国的冲突言论 以及与俄罗斯日益密切的关系提出警告 美联社指出 虽然在北约峰会中俄乌战争仍是讨论重点 但在周三的安全议题上 中国成为重要焦点 北约总干事斯托尔腾贝格在公布这份北约十年战略概念后表示 中国正在大幅增加军事力量 包括核武器在内 另外中国也正欺负其邻国且威胁台湾 并通过先进的技术监测监控公民 散布俄罗斯的谎言和虚假信息 斯托尔腾贝格强调 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严重挑战 他于北约的声明中皆表示 中国对北约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构成挑战 不过北约愿意与北京进行建设性的交流 更早前斯托尔腾贝格在北约峰会开幕时表示 新的战略概念将是北约威慑和防御的更远转变 那么其实呢 其他的这些屁话呢 我也觉得也没啥好念的 无非呢 就是说一堆屁话 那么在我看来呢 北约跟中国本来就是有这个血海深仇的 他要这样子搞嘛 我觉得我们呢 也不用特别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过了 北约如果说跟中国搞的话 顶多就是北约网络司令部搞 打了这个网络战 那你说他派部队到这里来 那是找死 那就是有去无回 因为现在北约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国家的军队都是烂了像一个洞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呢 我们不用过于担心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个新的一个动向 什么叫一个新的一个动向 北约场边第三方会谈 美日韩同意强化合作应对北韩威胁 北约组织年度峰会正在西班牙马德里展开 日韩澳牛领袖首次以观察员身份获邀出席 并在29日召开北约亚太四伙伴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 同日也与日本首相安利文雄 韩国总统以西越举行三方会谈 就加强美日韩合作 应对北韩核导弹威胁 达成了一个共识 韩联社报道 会中最先发言的是拜登指出 美日韩三方合作 对达成三个共同目标而言至关重要 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完全乌合化 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等 他表示 美国对北韩持续推进核实验的可能性感到忧虑 这一次是会谈的重申对韩国国防的承诺 他还说 希望能够与日韩持续这种形式的对话 以西越表示 面对不断升级的北韩核导弹威胁 及日益不稳的国际局势 进一步深化三边合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岸田则说 北韩追加条件的可能性急增 日本愿同美韩应对北韩核弹威胁 这三 这次三方会谈时期 2017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举行后 时隔4年9个月再次召开 虽然日韩本次并无双边会谈计划 两国元说 28日在西班牙国王主办与王爷上 曾短短交流 以西越并向媒体表示 他认为岸田能成为 这个解决韩日问题 改善双边关系的伙伴 韩国总统府相关人士透露 在北韩加速研发核武器 及弹道导弹的情况下 以西越政府重视于美日合作 也有意改善降至冰点的日韩关系 北韩中央通信社 则在美日韩三方会谈前 数小时开文 称日韩向美国低头 协助美国建立亚洲版北约 以压制中俄 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 文章指出美国无视亚太国家高度重视的安全需求与担忧 一心执于走狗展开军事合作 将挑起新的冷战 那么这个确实是 应该说是亚洲版北约已经建立了 那么拜登也说了 这种形势会持续下去 那么这个韩国呢 这个以西越呢 它是一再的出卖南朝鲜的利益 因为这个人呢 我说过他一定会做这些狗腿事 那么大家要知道 日本跟韩国呢 由于这个主导独导 再加上这个贸易的这些关系呢 搞得是非常紧张 对吧 原来在特别是在文财寅政府期间呢 根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那么还有这个 以西越他们呢 属于是这个民族主义者吧 而且呢 对日本的未安妇这个问题呢 也是要求他这个赔偿道歉 所以说搞得呢 就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拜登呢 所以说啊 就是不停地炒作 中国这个韩国啊 这个仇华啊 比如说借北京冬奥会 对吧 这个一些判法问题 一些运动员没获奖 然后煽动这个韩国的极端民族主义 来仇视中国 然后呢 给这个以西越呢造势 但实际上呢 这个其实呢 也没什么任何大的意义 为什么因为韩国总统是谁 由美国说了算 美国说了你是谁 就是谁上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现在呢 以这个北韩为一个靶子 双边就是好像要搞这个 三边军事演习 就是美日韩共同军事演习 美日韩共同军事演习的话 虽然说他们没有说针对中国 但是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这个就是意思就是针对中国 所以我说韩国不要越走越远 如果韩国越走越远的话 到时候死了会非常惨 包括这个日本 如果说他们是针对这个北韩 实际上就针对中俄 对吧 那韩国如果要卷进来的话 咱们也是可以不停地去奉陪的 因为他就那么皮尔大一点的地方 中国可打的牌特别多 如果北韩想要升级局势 如果南韩想要升级局势的话 中国可以往往掐断对韩国的一些供应 必须品的供应 对吧 如果炉这个尿素 炉这个泡菜 泡菜就全部山东熟光的泡菜就不过去了 你就自己在那个地方没泡菜吃吧 尿素也是全部给他断掉 他的这个货运基本上全部陷入瘫痪状态 还有一个中国的集团军可以部署到北韩 对吧 三八线接触线 每天搞大规模军事演习 就像对印度一样的 麻痹消耗你 你说得了吧 对吧 所以说他们这两个东西吧 真的 你看这次老兵输了 北约峰会也好 机器峰会也好 人家拜登根本就不把他们当回事 不把他们当他们那个东西 看都不看了 照片也是给你都不给你批出来 是不是 还这么批颠批颠的 所以我说过他们就是把黄种人的脸给丢进 就是说白种人有一种想踩着 黄种人的那种 永远踩着黄种人的那种心态 就是他们给造成的 还有一个就是支那建筑 这个台湾 还有一些港独 是他们共同来造成的 所以说呢 在我看来其实问题也不是最大 早晚会走上这一天的吗 什么美日韩共同军事演习 对吧 不过呢 这个东西是象征性的 我个人感觉 韩国 他自己也很清楚 得罪中国的下场 得罪俄罗斯下场是什么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 所谓的 日本准备在朝鲜核实验的情况下 与美韩进行联合演习 他就说了很清楚了 日本共同事报道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与美国和韩国领导论 三方会面时说 准备在朝鲜进行核实验的情况下 进行联合演习 安田文雄说 如果朝鲜将进行核实验 我们想与韩国和美国一起应对 包括进行联合演习在内 美国总统乔拜登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和韩国总统以西约 就国际局势和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 三方会晤在北约马特地峰会上进行 上一次三国领导人间接 这种形式的会晤是17年9月 由于朝鲜连续进行武器实验 还没一直在推动最佳国际制裁 此外 韩国政府还在研究 在朝鲜进行核实验的情况下 自行制裁平朗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看 就是现在呢 大家要明确一点 这个亚太版的小北约搞成了 那么美国称极其峰会失败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美国政客杂志写道 在德国举行的极其峰会是 今年来最不成功的一次峰会 文章作者强调说 此外 在极其国家领导人结束谈判时 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停止俄罗斯 特别军事行动 以及价格不变受控的 这个受控制的增长 当峰会与会者吹嘘在解决 这些问题的方法中 具有不同寻常的 和前途未有的统一性时 大多数情况下 提出的倡议看上去 去显然注定要失败的 并且是矛盾的 大家提醒注意 比如即使在同时 确认停止使用可开采燃料的目标 使他们宣布的降低石油 和天然气价格的努力 西方军团没有处理任何事情 无论乌克兰局势 还是气候变化 通货膨胀 粮食危机和能源等 大家想想看 这真的很搞笑 确实 这个美国主流社会 讲的没错 西方集体没有处理任何事情 无论是乌克兰局势 还是气候变化 通货膨胀 粮食危机和能源等问题 什么也没有搞成功 对不对 所以说在我看来 老兵的这个分析完全一致 说实话我也可以进 这个美国的这些智库里面 去当这个专业分析师去了 我直接就跟 我直接就说 这个极其就风碰离析会议 各自呢 这个 有各自的这个鬼胎 各自呢 有各自的利益 各自呢 有各自的小九九 所以呢 在我看来 这个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 他们的北约峰会 你别看 好像搞得挺大 好像这个团结一致 还说什么 我们将坚定的捍卫 现在规则和 基于规则和秩序的 什么什么之上 意思就是 又是昂格鲁撒开逊体系嘛 对不对 其实是真的 撑不了几天了 那么大家要知道 现在呢 我们应该很清楚 这个美日韩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定位 然后呢 这个北约呢 也管这个台湾的事 他们越管 我们就越要 赶紧的这个武统台湾 刻不容缓 好吧 那么关于这个 北约对中国的敌意 以及的一些新的动作 那么我们就说到这 那么还有一些事情 其实也要说一说 就是 所谓的这个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开始了 美国日本等26国 派2.5万军人参与 军演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6月29日至8月4日 在美国夏威夷 和加州海举举行 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加拿大 澳洲 在内的26个国家参与 26国共派出 38艘水面舰艇 4艘潜艇 9国的陆军部队 170架飞机 和大约2.5万名军人 参加演习 美国派出 林肯号航空母舰 参加演习 而日本则派出 初云号和高波号 护卫舰 韩国则派出 马维岛 这个马维岛号 两极攻击舰 世宗大王号驱逐舰 文武大王号驱逐舰 等参与 那么这个 军事演习 实际上在我看来呢 也是一个象征意义的 军事演习 没有实际作用 因为大家就像这个散兵游泳一样的 你说你 军演你在这个 东太平洋地区 能搞啥东西呢 对不对 无非呢 是给中国展示 给中国俄罗斯展示一下 你看我在这里有这么多小弟 愿意参与我的这个活动 你们被孤立了 对吧 在我看来呢 这又是很扯 这又是很扯 所以说呢 不要被他们这些表面的东西 所吓到 我们呢 就是现在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就是在印太地区 集中进行印太地区 别的地区 别的别的别 就是这个别的事 先别管了 就在印太地区 好好的搞 这就是我们的实际范围 把美国的力量完全消耗掉 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所以说武统台湾 这个包围日本 威慑韩国 对吧 这个牵制美国 这是我们要重点要做的事情 他们把我们跟俄罗斯 搞得越来越近 那这是好事吗 对不对 我们最大的威胁 永远是来自于俄罗斯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那么现在呢 把中国搞得这么团结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贝来 喜欢你的电视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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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